好 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如何呢 看到了目前西北太平洋上 从三个台风现在剩下两个 包含了梅花还有南马都台风 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莫薄 它已经减弱为低压了 而南马都因为它的云系范围 非常的广 直径在2000公里等级 使得它在北上的过程 北台湾接下来就会受到 台风环流的影响 从明天开始连续三天 降雨几率会提高 不过中南部天气比较不受到影响 从卫星云图就来看一下了 南马都台风在甩雨前 今天来说水气量有稍微的变多一些 在清晨以及午后局部阵雨 那么白天大多可以回到 多云稻晴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而温度方面要留意日夜温差 白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 感受是温暖偏热的 但是夜晚清晨 低温又回降到22度左右 因此早出晚归 尤其是骑车外出的朋友 记得要多添加进衣服了 好 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雨区预报 在清晨西半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震雨 而因为风向转为弱北风 因此午后雷震雨在东半部地区 还有在各地的山区发展的机会比较高 因此建议午后出门 雨具都带在身上是比较保险的 好 未来的天气呢 从明天开始到下周一这三天的期间 主要是吹北风带来水气 再加上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使得北台湾降雨几率提高 但是不是一整天下个不停 降雨间的空档蛮长的 因此是多云偶震雨的天气 不过其他地方就还是多云道晴 有午后局部雷雨这样的形态了 至于从下周二开始呢 环境仍为偏北风 使得北东迎敷面的水气 又再增多高温也略为下降一些 而中南部则是清晨有零星震雨 白天就大致稳定 午后局部雷震雨这样的天气形态 因此在明后两天 这个周秋假期来说 是北台湾有震雨 而且温度会微微的下降 但是中南部是天晴好天气的 好 小丁您要告诉大家了 日盐温差比较大 早出晚归记得要多加件衣服了 接下来带您关心 今天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